印尼有一则古老的预言 人类与老虎本是相亲相爱的伙伴 共同以榴莲为食 后来 人类不小心被榴莲的尖刺划破了手 鲜血沾染到榴莲果肉上 老虎才变得是血 这个预言 和诞生于欧洲的伊甸园故事有颇多相似之处 同样富有原罪的人类 同样危险的老虎和蛇 同样具有诱惑性的苹果和榴莲 是的 原产于南欧的苹果 和原产于东南亚的榴莲 在当地人眼里 都是甜美到让人觉得诱惑和危险的食物 这是人类在面对强烈感官享受时 发自本能的谨慎 但对于天性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说 这种谨慎却似乎没有进化完全 连有毒的河豚都能舍命吃 更何况榴莲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榴莲 其实并不比西方人早多少 15世纪中叶 正和下西洋 首次打通了东部沿海通向东南亚的航路 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榴莲真身 几十年后葡萄牙人的商船也开到了马六甲海峡 19世纪末 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第一次写下的关于榴莲的文字 竟然着重描述了这种尖刺果实杂伤人有多么危险 土著用榴莲下饭调味的气味多么不堪 与改变了西方饮食结构的香蕉 芒果 杨桃等相比 榴莲是东南亚原产水果里最不受欧美待见的个例 中国人对榴莲的态度则完全不同 郑和的副官马欢 在他的营牙圣栏里 就准确记载了马来与榴莲的准确音译独而焉 Durian 还描述了榴莲的大小 外观 质地 和甜美的滋味 但东西方人对榴莲的态度却有着耐人寻味的差别 西方人最初并没有重视榴莲 而是把这种看起来丑陋 闻起来味道难以名状的果实 视为当地土著愚昧和落后的标志 不屑于吃 更不屑于记载 从16世纪到19世纪 葡萄牙 荷兰 法国 英国殖民列强轮番登场 但三百多年的时间跨度里 榴莲从未被西方人认可 到了明中夜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 已经把榴莲列为治疗利级的药材 是否有效姑且不论 但这种对气温要求极高 至今中国只有云南和海南少数地区才能种植的水果 居然被湖北落地秀才写进书中 足可以窥见中国人对榴莲的喜爱 榴莲两字当然也是华人起的名 虽然翻译谈不上信达雅 但它与汉与榴莲忘返的关系 其实已经反映了华人对南洋数百年深刻且复杂的感情 几乎与郑和下西洋同时 东南亚发生一次巨大的政权更迭 中南半岛南部的阿鱼陀耶王国 征服了北部的苏可泰王国 仙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第一次统一 一跃成为当时的东南亚霸主 1377年 仙罗国王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册封 成为中华藩属国 开启了中泰五百多年的蜜月期 大量明朝官民奉旨南下 据东西洋考记载 当时曼谷的40万人口中 有27万是华人 华人为仙罗带去了先进的冶金技术 军事理论和行政经验 帮助泰国在东南亚对抗粤 免等国 在扩张的过程中 大量土地和两种作物被纳入泰国领土 这其中就包括榴莲 榴莲的名字 最早也是明朝中叶出现在东南亚 当时 仙罗华人中有一个普遍的说法 只要吃得冠榴莲的 就能留在仙罗 中国人自古尊人种土 虽然皇命难违 但说服自己背景离乡 依然需要榴莲此地的理由 甜美的榴莲 是他们最好的慰藉 根据郑和下西洋的记载 当时的榴莲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块 这显然与今天泰国生长的果肉堪比枕头大的榴莲相差很远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 来自中国广西地区的果农 将一体嫁接人工授粉等种植荔枝的技术应用于榴莲 才培养出了今天的两种 今天 普遍种植在泰国的榴莲有五六十种 但最被人熟知的是青泥 长柄和金枕头三个品种 青泥榴莲产量不大 但是唯一产在三四月春季的品种 与更难免常年如下的马来 印尼相比 泰国依然有一定的季节变化 生长在春季的青泥 也带着青绿的颜色 个头小 和小 带肉多 而且气味浓郁厚重 如果金枕头的口味像火锅中的微辣 那么青泥就是火锅里的特辣 长柄榴莲产量比青泥更少 柄长且圆 整颗榴莲也以圆形为主 果肉 果盒也成圆状 虽然果盒大 果肉少 但因其极其细腻的质地 吸引了不少人青睐 也是制作西点的最佳选择 金枕头则是国内销售最多的品种 产量大 甜度高 水分足 而且有其他品种难以忘其项背的巨大果肉 国人经常觉得金枕不好吃 荡次低 实际上榴莲个体有优劣 并不存在品种的高低 金枕头的甜 猫山王的醇厚 葫芦的温顺柔滑等 具体到个人 会有明显的偏好 相反 运往国内的金枕头 为了保鲜 大部分在七八成熟时从树上采摘 抵达销售地后再行催熟 所以国内买到的金枕头 除了滋味不够甜之外 因为长时间放置 臭味还会更浓 另有一部分采摘过早的 果肉里的有机酸和淀粉积累太少 永远都催不熟 像是硬番薯 它们并不能代表泰国金枕头的真正水准 是的 牙齿微微咬合奶皮斑的一层 就凹陷在粘稠的果肉中了 像浓郁的奶油蛋糕加了苦杏仁 又带着奶酪 黄油和一股子酒香 这才是正宗金枕头榴莲的美好 李时珍写榴莲当然不是偶然 事实上 华人下南洋 也是从十六世纪本草纲目成书同期开始 郑和打通了水上航道后 虽然明朝官方封关近海 但已经拦不住东南人民开拓世界的决心 尤其是地少人多 农业薄弱 商业发达的福建和广东东北部地区 开始有少部分百姓向东南亚偷渡经商 既然是偷渡 作为大明番薯国的先罗是要绕过的 一直与明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安南 越南也不是好的选择 更南的土地才是华人的选择 没错 马来半岛 印尼群岛 流连真正的原产地 这是一条与泰国华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不得不承认 华人性格勤奋 做事努力 且生意头脑灵活 很快掌握了当地经济文化的主动权 到了明末清初 更是有一大批不愿屈服于满清铁蹄的汉人 飘扬过海来到南洋 继续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 他们有文化 有建地 有计谋 同时 作为农耕大国的百姓 对种植业的热情当仍不让 很多早期华人成了种植园园主 垄断了当地的水果贸易 借而暴富 一个有意思的译文是 当初这批华侨暴富之后 纳了许多当地女子未必切 他们的混血后代 男性称为巴巴巴巴 女性称为妮欧娘惹 尽管在血统和文化上都有一定混合性 但在这个社群形成后 一般都会遵照汉族的传统 认为自己是汉人 传承汉性 不会选择在与马来族通婚 而是会从相同背景的家族 或者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中 选择婚姻对象 以避免被马来人同化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就是一名巴巴 相比同时期的西班牙殖民者 在拉美暴富后 与印第安女子 乃至黑奴女子代代杂居繁衍 生出肤色深浅不一的拉美民族 华人在新加坡的故事 堪称以儒学保存民族独特性的最佳案例 至今 大马还有一句礼语 榴莲落下 沙龙飘起 这种对姓氏隐晦而唯美的暗示 实在太符合儒学儒染的华人的性格 也从一个暗面 反映了当初榴莲种植和贸易 为华人先祖带来的富庶生活 鸦片战争结束后 中英签署南京条约 新政府终于废除了海禁法令 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 因为应募者要定立契约 名为契约华工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 大量华人合法涌入东南亚 填补殖民开发的劳动力 为了区别巴巴娘惹和这些新道的华人 这一时期的华人被称为新客 一开始 华人从事的都是最低端的基建工作 英语Poolie 就是从汉语的苦力意义而来 但随着二十世纪后 机械设备的成熟 华人劳工们开始转入种植园 除了为英国人歌曲橡胶之外 还有不少华人劳工 进入了老华侨们的榴莲园工作 马来西亚的榴莲 从此被勤劳而聪明的华人精心栽培 并细化品级标准 按照甜度 细密度 纤维长度 绵软度 进行仔细区分 以Durian的首字母的分级命名 像钻石四C体系一样 将各个数值排列组合 就有了上百个梯度 许多品种看着大同小异 实则差之千里 是的 华人一手铸就的大马榴莲谱系 成为整个东南亚榴莲的典范 就像如今华人作为主体民族的新加坡 傲然成为东南亚最发达的国家 而一颗榴莲里浓缩的 正是500年来华人在东南亚跌宕起伏 素人起敬的奋斗时 而且是5年来华人在家 最发达的国家 那种既然是5年来华人 对大马榴莲里浓缩的